拉斯維加斯全球消費電子展揭露科技新趨勢 每年一度的全球消費電子展是科技領域中最重要的展覽之一 這個舉辦了50屆的展覽 今年依然為我們帶來不少驚喜 電視和電腦依然會向越來越輕薄發展 而多屏幕和高清也會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在去年大熱的虛擬現實VR和擴展實境AR技術 今年依然吸引了不少人潮 尤其是這兩項技術和遊戲的結合 令遊戲迷非常驚喜 索尼的PSVR頭盔因為內置了支持PS遊戲機的功能 是目前銷售最高的VR頭盔 可穿亞設備今年細分了更多領域 包括健康、運動、家庭、美容、嬰兒等 也不再局限於只是大家手上 汽車廠商在CES展廳非常活躍 2007年的時候只有一家汽車公司參與了展會 10年後的這個展會 已經有超過500家和汽車相關的公司參展 除了傳統的車廠 隨著自動駕駛技術和電動式的研發和普及 一些科技公司也帶來了新的技術 而新的趨勢是智能駕駛和人工智能 各大廠商都帶來了新的概念 例如豐田的Concepti概念車會利用自動駕駛技術 令整個駕駛的過程更加安全和舒適 包括自動煞車和保護乘客的功能 本田也帶來了新的電動概念車 包括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 其他的科技 例如越來越小型和多用途的無人機 新型的智能家居設備 運動設備和機器人等都帶來了很多新的產品 今年是這個展會的50周年 他建認了硬件行業的大部分技術更新 當初無數的科技新概念都在這首次面世 而今年展會中的新科技 在將來會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改變呢? 我們拭目以待 天下博士記者報導